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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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Corporation 梅度的新闻集团 买了 这个New York Post 就是我们时下所谓的小报 现在算不算是小报 你想想 所谓晚报 一直以来的晚报 都是多一些我们所说的跑狗跑马 或者是一些美女照片 或者是一些草根体为主 这个现在是日报 但是其实我们另一个说法 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报纸 一个我们所说的大众的报纸 相对于我们所说的《柳时华盛顿邮报》 这些就是所谓的《blogsheet》 大报或者是《质报》 有些人就说 那为什么新闻是在New York Post 上 竟然有小报出 对 会不会就像我们八卦周刊那种心态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所以有些人就说 所以现在看看各大传媒 CNN 柳时 华游 都没有什么跟进 因为我想我们海外或者那么远 最主要如果接收美国的新闻 第一个想起可能是CNN 是 是 是 一常题 甚至乎觉得它是一个指标 它报道的东西可能有相当的公信力 是 但是连它也不报或者避开了 又觉得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呢 究竟是 另一方面我们有留意到就是我们说的《柳时》 尤其是现在的总统选举 他们的立场是很出现的 最近 你也知道第一场的总统选举 是的 回到那场辩论 那一天 头版《柳时》我就留意到 他就是写特朗普那些 为什么交这么少税 头版的故事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交这么少税 之后那几天 《柳约时报》又登了一篇社论来的 就是说Elect Biden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和大家这么说 就是说 这些报纸已经很清晰 他们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立场很明显的 是的 而现在说的这件事就是说 这个民主党候选人 他的儿子 出事了 这个过程 大家可能都知道 都可以重复一点点 就是说他的电脑 真的是陈冠丽 这件事件 就拿去Delaware这个地方 这个州的一个 修理电脑的一个店铺 就放下了90天 三个月 做完不拿那一刻搞事 是的 我看回New York Post的故事 就说到 其实他放下之后 其实有通电话的 那个修理的人 就跟他说 喂 你欠过什么 External Cord 还是一个 Hard Drive 他可以先将他的东西 和他搞下去 其实他们是有联络的 但及后就没有了 整好之后 就 原来还没有收钱 哈哈 就说到90天 又没有来拿 又没有付钱 是 那那个 那那个 就有收归电脑店 那店铺 就打开 他 发现 哇 原来不仅是这些电邮 是说里面有很多 很实际的相片 以至视频 是的 对 那些食欲的照片 吸毒的照片 可能是吸毒照片 那话说 根据New York Post的故事 就说到 他在电视上看到 关于太子 即是拜登的公子 不是太子 是公子的一些新闻 所以他发觉 要自保 就联络了FBI 我们所说的 联邦调查局 就交了过去 联邦调查局 也是没有做事 即是收到的 其在 原来不是上个月交 是去年 12个月全交了去 是 接着石沉大海 大家收到 我认为收到的东西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其实是很麻烦 收到这样的东西 那你有看水门事件 也知道 是不是 其实两党 可能在中程高也好 联邦调查局也好 其实他们的官员 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政治也好 对一些所谓 政府做的事情 如果他们不同意 其实他们可能都可以有保留 是 这件事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FBI不查 或者是他收到后 是不是不明白 说什么 也不知道 接着这个人 他原来还有一个copy 这些人都很聪明 他真的很聪明 送了一份过去的 那这个Juliana 其实也是Trump 的好朋友 也是她私人的律师 那我们现在说的 这些全部都是报道有说的 那为什么要组织呢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 现象就是 哇 其实这件事 不是说就这样 喂 是无职可尋 是有职可尋的 是 还有就是你看到 这件事的奇怪 就是那些人说 为什么会是扭柔 不是扭柔 扭柔 是扭柔 不是扭柔 不是扭柔 如果是Juliana收到 他要把这件事爆出来 当然他自己也知道 CNN 或者刚才你说的 华游也好 柔时也好 他们是什么立场 是 那另外一个很有趣 就是 其实上个星期五 就是这个New York Post 登出来的 几天都很静 可能是星期间 是啊 没有人有任何回应 是啊 然后这个纽约邮报 又再写一篇 他说 很奇怪 就是这件事 大家也可以分析 就是他不追随 他可能说找不到那个人 或者他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其实都写了出来 那里有多少个弄电脑 逐家都找到 但是其实另外一个 可以注意的就是 这个Joe Biden 以至Hunter Biden 有没有出来 是Denine 说这个是假新闻 我想 或者有没有控告他们 也很难 其实整个团队都要想想 如何拆架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炸弹 稍然说错 我认为会输 是吗 虽然我认为会输 现在其实是在说电邮 是2015年了 就是说这个Hunter Biden 就是做一个Burisma 这个石油公司 在乌克兰 那件事当然之前 亦是发展到 就是说 曾经 特朗普 就是要求 已经换届 这个新的乌克兰 政府去查 当然这件事 令到他自己 火烧后面 搞到差点被人弹劾 对 幸好是职业 也不能过去 那我们说到 这个美国媒体 又不是完全没有回应 他们就是说 这个故事 是一个Russian 的不知情 就是说这个俄罗斯 又误了俄罗斯 又误了俄罗斯 所以 但是最新就说 Juliana 可能有发生 对吗 接下来 我不知道 应该是二十几日 左右 就是临近选举前 预告 预告 就是更加激烈 或者更加 我想是 所谓是 不可以挽回的 哇 这么厉害 我相信应该是 不能挽回 就是临近选举 再出一下 基本上是不能还手 或者是去解释 是 我很期待究竟 但是我自己在想 那个火烧 越烧越烈 而且所谓是越烧越大 除了跟这个可能民主党有关系 俄罗斯 以至你所说的 就是其他国家 中国会不会有关系 其实好像跟香港也有关系 香港也有关系 这个真是匪夷所思 是 跟香港有什么关系 据说也是据报 是前这个局长 何士平 原来也是 就是 在里面 在里面一些 那些是贵赂的 非洲国家的案件 原来也是在里面找到一些线索 似乎是他的上司 叶 有个姓叶 对 对 而那个人后来 中国也被人拘捕了 是的 但是 整件事 我就期待 会不会里面 会有更多线索出来 我们暂时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 何士平 已经坐完 我今早还发现 他在一张综合大报那里 有个专栏 是吗 是的 但是我看完他写的东西 他又没有说这些话 很期待他现身说法 是的 这个这么大的 新闻也好 丑闻也好 牵涉到传媒 我想其中 上个星期 一个我也有点恶言 就是 火烧到Twitter 和Facebook 嗯嗯嗯 原来 Facebook 和Twitter 曾经一度 删除这些消息 是的 是的 今天最新消息 Twitter 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道歉的 他的CEO 为这件事而道歉的 是的 那么Facebook 暂时就没有什么 就是我不觉得他有报道 在说 亦都可以 我想看到就是 是不是这些 网上的媒体 和这些政党之间 那种千丝万有关系呢 是的 他竟然出到要去折 就是这些投票的时候 是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看 就是早一阵的新闻报道 就有说过 特朗普就开口牌 就说到 你这些 Facebook 这些 他就要 遲些 考虑 要通过法例 就是比他们少些特权 因为现在 其实他们 和其他我们所说的 传统媒体 是不同的 是的 就是说 他们上面的东西 就是不会好像 一些报纸 电视 那样受到政府的管制 就是法律差的 没那么厉害了 是的 所以 不知道是否因为 双方大家的关系很厄劣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无论如何 Facebook 都出了名 香港很多人 突然间就被他停了 Facebook 刚刚有个薯片伯伯 又在那里说 薯片伯伯 不是那个薯片伯伯 另外一个 写东西的 写旅游 西藏那些 他又是说 无端端 就是因为他登了一些 转载了一些 泰国的 现在的 学生运动 的东西 又将他 所谓的 停了 但是其实 一些网上传媒 譬如Facebook 好 Twitter 好 你动不动地去删 人 post 或者停人的时候 他冒的风险 我想也很大 有没有风险 你一做这样的时候 除非你永远停了去 或者将消息被掩盖 如果不是 总会流出 譬如你说 Twitter CEO也要道歉 就是证明他做的 是错的 因为我想有一件事 就是立场可以很不同 是 但是信息是不可以不流通的 以前 研究媒体的人 经常都说 这个 Ownership 就是说 什么人拥有媒体 其实是直接影响到 那个媒体的 是不是所谓 能够让资讯自由地流播 当时有了Internet 就说 哇 互联网的世界 没有限制 没有规管 不受这些所谓的大老板 大老板又跟那些官商勾结 但是现在看到 其实这些互联网里面 我们说的常用 就是念书也好 YouTube也好 YouTube也没有搞黄标 一样是 对 其实他背后也是有老板的 是 所以其实这些媒体的理论 是对的 就是说背后的 所谓的上层建筑 就是掀制住 你可能那些 新闻工作者也好 或者那些 Operator 就是运作那些 可能他很自由思想 但是一去到某些位置 那些老板 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好 公司的利益也好 他就是宣诊你了 虽然你说他怎样宣诊 他就宣诊了你 那些新闻集团 是 我们说如果西方就是 那些新闻集团 是媒独的 媒独的 或者有几个其他的 就是这样 香港更加是 会是 香港我还没见到 即是你家的 还有几个 不要数人 总之 接着就是你说的一件事 龟边 是 还有利益至上 利益就不是媒体的 利益 现在在说他们的老板 就是很多生意 是 老板不是我们所说的 很传统 真是一个传媒 只是做新闻一件事 是 他身上可能有很多 种种生意 就是新闻可能是其中一个 是 是 是 一个可能是买来玩也好 或者是方便去做生意的 一个所谓的产业 是 是 即使你说我们 有很多人 现在追捧苹果 现在坊间 都是跟大家说回事实 很多人 在今次的 美国总统选举 都很有意见 觉得 喂 就是 苹果 会不会能够 是可以 就是不同的声音 都能登到呢 嗯 我看到不少的人 是 是 他们的 美国总统选举 其实是有待改善的 就是 还是需要 加把劲 当然香港的新闻 可能就比较积极些 那 什么原因呢 还有 是不是香港 其实美国现在牵动香港 那些关系 真的是很密切 但是 作为媒体 好像刚才你所说 媒体应该扮演一个角色 相对 就不要被政治去破弄 是吧 就是你是一个载体来的 但是有机会我们再详细分析 是 那你刚才说到泰国 现在泰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泰国也是 前几天还很厉害 上街上 就是 这个是警队 连一个水炮车都出卖了 喂 为什么水炮车还是蓝色的呢 哈哈 我也觉得很奇怪 供货的那间公司 好看 是 我以为 哇 好像 好像 香港 是吧 但是泰国的警方 出来澄清 什么 他们不是香港 不是香港 源于是 网上有些 图片 转载 所谓fake news 就是有些是 示威被捕的人士 被绑上 扣上 这是手带性 泰国警方就拿着一些照片出来澄清 这些是香港的 即是他没有绑手的 我们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索带的 我们被人过了一栋 哈哈 有一句话 泰国警方不是香港黑警 这也是假的 就是香港的人自己说 意思是说 泰国的 对待的示威者 跟香港的是有分别的 但是他们什么 竖起山的手指 那些是真还是假的 那些照片 真的要有待考证 是 但是起码现在局势是缓和了 比之前 没有那么紧张 但是也拘捕了很多学生 对 没错 但是如果你对比香港的状况 我觉得 泰国的如果是 它不及时所谓去缓和的 这件事 我想真的一法力是不可收拾的 是 因为地方又大 人又多的时候 香港也可能 人少 和地方小 好像疑于处理 去到这么大的国家的时候 如果周围开花的时候 是一个很难教的问题 很难教的问题 我看到很感人的 有一幕就是有一个真人 最厉害 就是拍摄警车 叫他不要再这样 另外 当然也有另一张图片 就是说到泰国皇室的车经过 里面不知道是否有太皇 还是公主 有车经过 那些示威的那些人 就是围着车 不让他过 这个令人觉得很匪夷所思 因为泰国人很出名 就是他们很尊重皇室 很尊重皇室 心里面 是生起了一个拳劲的心 尤其是上 怎么说 刚刚过了身 两年 泰皇 很多人都很尊重他 我看到 当然他们也有一个很严厉的法例 就是你去戏院 一唱一些泰国国歌 或者有泰皇的奖 那你就要起床 宿敬 就不要吃东西 不要吃炮谷 不要喝汽水 不要玩 站好立正 那现在这个泰皇 和现在一代 是不是已经对了泰国皇室 有些不同的想法呢 我想分别是很大 至少现在接任这个儿子 我想那个认受性也好 或者那个观众缘 所谓的 都不可以和他父亲相比 他大了也挺新潮的 我看到他的衣着 但是也都是新的世代 所谓的 我想年代不同了 就是年轻的人 可能对于这种所谓的很专敬 很专敬 或者是很 对于皇室很忠心的那种心态 我想已经是不同了 所以很多东西加起来 出现了一个现在的状况 我想都没有想过泰国会是这样的 其实那个引发点是什么事情 我想都是在于几样东西 对他政府不满 是 是 是 军人背景的掌控等等 现在的总理是军人 是 是 对于巴欲 也是 之前我们看很多例如选举 选举员又无效 又由军方接管等等这些 最后是泰皇出来平息这件事 其实你也看到是隐藏了整个伏线或危机 只是泰国人我觉得是很温顺的 可能禁了下来 亦是因为尊重以前的泰皇 你还记得那些红三军 是吗? 红三军 我觉得很厉害 每次都是泰皇走出来 很厉害,搞了很久 一下子可以平息了 可能真的谈谈数也不一定 但是上一代的泰皇已经不在了 很可能又有新的东西再爆发出来 都是未可了 我自己也不是很熟悉泰国的政治 我也是看一些外媒 他们就说到好像是金融时报 他们就说去年过了一个法例的政府 就是现在泰国皇室是掌控很多资产 很多千亿的 他们就是由一个所谓皇室的局 就是负责管理的 但是去年过了一个法例 就让这个皇帝太皇 就是可以 那些钱财可以过去自己私人的名下 其实外媒这样分析 他说这个是让一些民众觉得 是怎么说 就是觉得这件事是很不对 很不行 变成一种可能是脸财 不知道 另外就是当然他在疫情时间 他就被走了去了德国 是的 自己出去了 是的 带了很多他的家眷 好像说有很多家眷 当然另外就是泰国人 其实他们原本很想有一个泰国公主 泰国公主就是重男轻女 女子不能当皇帝 之前也争拗了一段时间 另外当然就是有一些 就是说 另外就是 拘捕了一些所谓民运的人 就是一个要求 要皇室帝制 君子立宪 是改变的一些人士 所以有几件事加起来 但是奇在奇在 今次突然间爆发 你看到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学生 最初是有学生 就是好像香港那样 没有大台 真的没有大台 那又是靠什么呢 又是靠互联网 媒体 大家去通传 是的 那现在好像说 就是禁了一些 封查一些传媒 有五间传媒 好像都被泰国的警方封查了 涉嫌他们发放 去示威的一些所谓信息 其实我看回整件事 好像真的是香港的翻版 是吗 但是有一件事 我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刚才说过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人数这么多 是 碰巧现在又是美国大选的时候 是 如果泰国因为这样 是进入一个很混乱的状态的时候 都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美国选举 甚至乎是中美之间那种冷战呢 现在的人都担心的 他说会不会落在某些国家的控制下 是的 现在当然 就是亚洲的一些年轻人 就不断地主要入香港 就是支持他们 就搞了一些叫做 什么Change.org 是 因为现在泰国人 年轻人都已经不可以上网签了 是 现在就变成了香港 一些民主派人士 以及一些年轻人 包括我们知道的黄之锋那些 就跟他们在网上推 现在还要说到有奶茶联盟 是 奶茶联盟 喝奶茶联盟 不知道印度有没有帮忙 所以你看整个发展 我想是亚洲地区 是 由中美中印 而至泰国一路数下去 都是聚集在很短一时间里面 这样爆发 我想那个变数都可以很多 是 是 不过你刚才说到 就是说 其他地区就会 军人或者警察 他们尽量就不参与政治 其实在香港 泰国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在香港的情况 其实早上年 如果你记得我们讨论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这个反送中的时候 是 我们也提过就是 就是警察 尽量是不要插手 或者是所谓的 在这个厨房里面 是 因为是真的没有很收场 是 但是谁知道就是 就是越演越烈 不做的都做了 就是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 是 其他地方看到 就是前居可监 是真的有霸眼给他们看的时候 政治的事件 政治解决 是 不应该用法律去处理 但是有时候 有些所谓表面上 都不是政治 我现在想说 就是那个 有一个流浪者 阿十 阿十 黎敏十 这个令人很唏嘘 就是觉得很 就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香港 现在是一个很发达 很文明的地方 是 一个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就是他被人打 据说是被人打下体 被警察 是拍到的 所以 有几个警察 已经是停职的了 但是这个人 就因为他有一些不良嗜好 据说他有吸毒的 被警察捉到 是 然后被捉了 他是越南人 哦 是越南人 是的 是越南人 现在不幸 他就是在那个 拘留的地方 就是说他自杀 说他用长库自杀 但是后来 有法医官他看完之后 也没有换贵 其实那些 拘留也好 监仓也好 怎会有长库的呢 上一次就有这样的电脑线 又是弄死了一个 是 那么 法医官去看完之后 就说是不止自杀 现在警方改口 就说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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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心酸 譬如说 作为一个无家可归 就是流浪的人 是 生命力也很强 是 原来他在香港 他在十几年了 无端端会自杀 是 就是这么恶劣的环境 他都可以生存到的时候 就是如果要死 一早可能死了 是 是 去到一个所谓的拘留所 才出事的时候 当然有很大的可疑 那我看新闻那里都说 也有些神职人员想去 了解事情 是 都被阻挠 是 是 现在就是 牧师 有些人想捐赠给他们 是 牧师说不需要 他们教会和牧师 就会处理他的身后事 那牧师就说到 就是说 他 稍后会亲身 将他的骨灰等疫情平息 是 带回到越南 是 是 说到那七个警察 就是现在被起诉 嗯 就说到现在停职 就是说他 究竟会不会停身 有些议员就问 就好像答不了 现在究竟 情况是怎样呢 那大家现在 都是希望拿到一些CCTV 邵家俊也这么说 就希望大家都关注 是 CCTV 一定有的 但是 都应该要放出来 是 透过法庭去申请 但是 很惨 我觉得 就是一个无家可归 就是一个流浪汉 是 可能在社会里面没有人关心 甚至乎 他有些可能很坏 不良的习惯 吸毒者 但是始终是一条人命 还有我想就是所谓的公义 他被扣留的时候 是 有什么东西去審 或者是 等法庭去裁决 其实如果在美国 或者其他地区 这些会爆发很大的 一个示威 行动 你想想这些黑人 不是很多时候 美国就是这样出事 那是人命来的 是人命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要关注 还有其实警方内部 如果是应该撤查 就是没有可能被一个生命 这样就没有了 就是令到大家都非常不安 还有是觉得 现在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至少表面证供 看到现在有些警察都要停职 说回上个星期 我也有提过我们 是 是 就是19号 19号 昨天就是最后 人头涌涌 本来可能不太多人去看 突然间涌出来 我们在讲的是 历史博物馆 是 香港故事的部分 那未来应该会停两年左右 是 就大翻身 很多人去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害怕 新年貌之后 会不会是被改写呢 历史 那你有没有看过 怎么样 我就想过去 大家看到一条龙 我就很却步 立即停在那里 是 你好像知道最初 其实都是很有争议 开头摆的时候 其实历史博物馆 刚装修好 开了馆的时候 刚刚拆过的部分 其实也引起了一些 讨论文化界里面 我记得当年在报纸 也有些文章 来来往往 就是说 应该怎样说香港的历史 因为他 好像很详细 对吗 是的 他是说在盘古初开 我们理解的 香港历史很多时候 就是英字年代 英国人来 184041年左右 有所谓开埠的 那才是一个 所谓官方历史的起源 在此之前 当然香港会有人住 但历史 不是那么清晰 我们也是拜英国人所赐 184041开始 就有一些 比较有系统的 所谓历史的记录 但是历史博物馆所 展示的香港历史 就是说的是 考古年代 哇 回到新石器年代 就是由一个石头开始说 对 可能在这个地方 发掘到一些 很远古年代的碎片 由奴廷开始说 对 开始说起了 那历史是说 分钟两三千年 哇 即是说那个时间 是拉得很长 嗯 而这个也是 正正很多人匪夷 当初匪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当年 大家关心的一些 香港社会的一些事件 包括 八九年的六四 有没有呢 淡化 因为你说的 几千年历史的时候 八九年只不过是一点 是 你说和不说 其实是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六七那些有没有说 都尽量是 所谓是 避开不说 很多是 整件事 看上来 就是 那些人的 所谓的 评论就是说 是淡化一些 所谓政治的事件 是 是 是 那 这个就是过往 就是历史馆的 那个 展述香港的说法 是 那 我们现在在想 两年后 如果装修完了 究竟会是一个 什么形式出现呢 那会加多些九七之后 是吗 一定会是 一定会有这个 中港共有 甚至乎是 可能更加多是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又或者另一方面 淡化 就是英籍年代的历史 已经说到说 可能那些总督的想 会去完 可能是 可能会有 习主席的思想 应该会有 甚至乎他来过香港 或者怎样 发表讲话 都可能会在里面 怪不得 昨天我看回他们的 新闻报道 有线电视 说到最后 那些人看完之后 还要唱歌 是 在那里 唱歌 叫口号 很多人 但是 也有秩序 其实也是 那些民众关心 都是好事的 起码知道香港历史 官方 有官方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 在开放社会里面 官方就有官方做了 没所谓 我有个日本朋友 他今天留下了一句 就是说 香港现在没有香港股市了 只有香港股市 但是股市都不知道 可以捱多久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捱多久 现在这样淡化淡化 是呀 现在说深圳取代香港 如果是就最好 自拍不是 你觉得最好吗 取代到 他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担心 是未必可以 是 如果做到的话 早就做到了 那我们接下来 今周五就是 美国总统候选人 最后一次辩论 是的 今次辩论有新闻 听说有什么 主持人可以认识他 是的 上次说答声 其实我也觉得 不是很夸张 只是答声 面论一定是这样的 是 是 不会是你一句我一句 这样的 但是今次不要搞了 可以有一件 顺利 是 可能令到 就是特朗普就说 就是 就是 他不同意 但是他都会出席的 哦 另外呢 就是我们 北京 我们的首都 正在开会 如火如兔 是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都在牵动我们 是的 我们都要密切留意 我想未来一个星期 十多天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是的 要10月大家坐稳 10月坐稳 是的 现在还在抛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